也好 歡迎收看4月10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去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在花蓮舉行 地主花蓮隊拿下18斤20銀及19銅的好成績 今年全中域4月22號到27號要在新竹縣展開 花蓮縣政府10號上午舉行的授旗儀式 由縣長徐真偉把象徵著花蓮旗幟交給選手代表洪俊彥 也向代表花蓮的運動選手們加打氣 去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在花蓮舉辦 地主花蓮隊共拿下18面金牌、20面銀牌及19面銅牌好成績 而今年全中域4月22至27日將在新竹縣展開 預計將有近500位花蓮選手代表參加15項賽事 花蓮縣府10日上午舉辦授旗儀式 由縣長徐真偉將象徵花蓮旗幟交給選手代表洪俊彥 以第一個希望大家出去比賽 我們近期在我展現自己最好的成績 第二個事情雀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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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我想有一些选手是第一次参加 可以问学长姐好不好 选手代表花联体中赛的克竹洪俊燕专攻举重 2022在全中运高男主61公斤拿下金牌 今年在全国轻举重金标赛拿下金牌 并取得世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国手资格 花联政府表示 对于参加全国运动赛事 会安排物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等陪同前往 学将为也勉励选手战胜心魔 减少比赛却场 期许每位运动选手再创家机展现最好成果 记者长方言 华理事报导